大家好 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近日 高通突然爆出了一个 令整个数码圈震惊的打光 那就是 RM芯片 要过时了 没多久 安卓这边也遥相呼应 正式宣布安卓将支持RESO5指令级 不仅如此 高通发言 产品管理总监Manuel Warmer他还说 RM作为一款老旧的传统价格 不仅占空间大 不能定制化 而且还不太适用于未来的各种Load设备之上 但RESO5芯片 就没这些问题 好家伙 这言论 他是不是忘了自家的骁龙8键耳 采用的也还是二人架构的吧 那么你可能要问了 这个RESO5到底是何方神圣的 别急 咱们今天就来盘谈 RESO5是什么 RESO5自如其名 就是个基于精简指令级原理 开发出来的开源指令级架构ISA 后边的V不是英文字母V 而是罗马数字的V 意味着这是这种精简指令级的第五代 那RESO5架构了 别看RESO5和RESO5在高通嘴里 好像哪哪都不对付 其实 他俩都是精简指令级RESO所生的 像RESO这个单词中间的字母2 其实指的就是RESO 所以说他们完全不同吧 倒不至于 他俩起码也是个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但这对兄弟的形式风格 却截然不同 就像安卓和LOS RESO6都是移动端操作系统 但一个是半开源系统而另一个是封闭式系统 R5就是一个封闭式的指令级架构 用RM架构的厂商只能根据自身需求 调整芯片的频率和功耗 不得改变芯片原有的设计 反观RESO5 在设计之初 伯克利研究团队就是想做一个完全开源的架构 既满足自己研究 又造福世界的那种 而且因为RESO5岁数小 2010年才问世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RESO5既规避掉了前辈而用几十年发展的弯度 程序上还有着更少的历史包袱 RESO5运行功耗也就更低 启动速度也就更快 而且泰格刚刚也说了 RESO5就是为开源而生 所以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定制 设计架构还能配置不同的指令子极 这也就意味着 厂上面想要芯片实现什么功能 只需要自己设计 自己拼装就好 所以高通说 RESO5是ARM的替代品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毕竟 谁会指望一个全都是条条框框的架构呢 既然如此 那为啥高通早不说晚不说 偏偏在这个结果眼上说呢 卑鄙无奈的高通 这要从高通与ARM的恩怨说起 但在这之前咱们得先绕个圈子 来认识一下这家叫NEWELL的公司 NEWELL是一家芯片设计公司 很年轻 2019年才成立 这车 虽是辆新车 但开车的都是资深老司机 像名气最大的那位创始人 就是前苹果首席架构师 Jord Williams III 从苹果首款64位的A7处理器 一直到比肩桌面端性能的A12X问世 期间苹果所有的芯片 都是出自Williams之手 另外两位 Jord Bruno和Manu Grotti 也都是芯片领域的大神级人物 分别供职过谷歌 ARL 艾亮地等头号公司 这团队阵容 可想而知 于是NEWELL仅用了一年时间 就设计出了一款远超AMD ARL 高通 苹果的芯片 好家伙 开局就是个网站 这亮眼的操作 也是很快就吸引到了 隔壁高通的注意 于是他俩一拍集合 高通在2021年 赤14亿美元 将整个NEWELL公司 给了盘了下来 正当高通垫高了枕头 准备做搅拽三星 苗苹果的美梦知识 远在大西洋 彼岸英国的ARL 就找上门来了 直接将高通 给送上了法庭 ARL 虽是一家半导体公司 但他不制造芯片 只负责ARL 的架构设计 但是 ARL不是主要 靠卖芯片图纸赚钱的 他主要的赚钱方式 是将这些设计出来的架构 技术授权出去 收的是授权份 像高通骁龙 联发客天机 三星猎户座 这些手机芯片 走的是ARL的技术许可协议 就是直接买ARL设计好的CPU 然后再自行搭配自家的 或者是别家的GPU啥的 组成个完整的扫子 Nuvel其实也和ARL 签署了不少技术授权协议 但ARL公司认为 Nuvel的芯片 是和ARL签署协议后的成果 和高通无关 就算高通收购了Nuvel 也不代表高通 可以直接继承Nuvel的芯片成果 想要继承 得经过ARL同意且过户才行 好家伙高通怎能被霸王条款给难倒 高通直接发动反弹大法 反手将ARL也告上了法庭 顺带还抖出了个天大的光 根据高通反速ARL的文件显示 2024年之后 基于ARL公版CPU的SOC中 将不再允许加入外部的GPU NPU或者ISP等芯片 也就是刚刚说的那个技术许可授权 可能在那时将彻底沦为废纸 以后想用ARL的公版CPU 就不能组装自家或别家的GPU等部件 只能用ARL推出的一整套公版骚 ARL的这波操作激怒的 可就不只是高通了 可以说是影响到市面上几乎所有的手机厂商 ARL引发重炉 要知道高通最引以为傲的 就是自家的Juno GPU 结果ARL不让它用了 你猜高通会不会答应 当然最受影响的 其实是一座安卓厂商 现如今手机厂商自行造芯片 已经不再是个命运 但这芯片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搓出来的 最稳妥的做法 就是从边缘一点点入局 像Vivo Oppo 就是从V1 马里亚那这些边缘部分介入 一点点摸索芯片的制作大法 但ARL今天这波操作 如果是真 那无异于将自研芯片的大门 给堵上了半截 等到2024年 摆在手机厂商们面前的 也就只剩下了两个选项 要么委屈求全 用ARL加的一条龙公版芯片 要么 另辟新捷 转战RESO5架构 很显然 高通选择了后者 于是便出现了开头 高通怒喷ARL架构 转头压保RESO5的操作 像这次高通也说了 他们早在销龙865 就已经开始尝试使用RESO5的微控制器 这三五年来 也已经出货了数一枚RESO5芯片裂合 其实也是在暗示ARL 你不要乱来啊 我有备胎了 你知道吗 只是 罗马城也不是一天建成 如今的天下 准确来说 是ARL的天下 从移动芯片到手机系统 再到一众的APP 无不是基于ARL这个平台而生 高通 作为半导体大佬公司 自然也是心知肚明 其实谁也不想彻底和ARL闹班 RESO5这位年仅12岁的小年轻 想要彻底干翻ARL这位老大哥 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那么问题来了 你对高通转战RESO5架构 怎么看你觉得RESO5有能力挑战ARL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